你记住很用力伸直的针都不是拉 我们是吸拉 弹的感觉 弹的感觉 五连边的感觉 准备 锅 压 弹 对啦 这个感觉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是Curvy的投篮系列 我们在投篮上面 经常听我说压弹压弹 Curvy就一定是一个压弹的人 我们怎样压弹呢 第二就是 有很多网友都说在评论里面 如何解决手脚不协调 如何解决手脚不协调 好 我们先讲Curvy的法力方式 压弹 留心一件事 第一很多人压弹的时候 会经常性 包括CM都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你都会有的 就是先屈住 你如果一开始屈住过低 你是很难压的 第二 跳 弹起和跳 之前我们也拍过教学片讲过很多次 弹是用 我们用脚腕 我们用根健的力量 脚腕的法力 其实灵天库射手的影片里面 也解释了一个科学原理 我不懂说科学原理 但是我懂做 我懂用训练 让大家学明白这件事 我们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压弹 当你做到核心下压 用这个力量 弹起的时候 你射球 都会充满力量 因为是同一个力量 我们拉这个针的力量 是筋的力量 脚腕的力量 都一样 所以 所有筋的力量 都是来自核心 所以当你一压弹 很轻松的 那个球就会很直 又很轻松 甚至是 压弹 没有明白 就是这么简单 好像很容易 你只要做到脚腕法力 但 就没问题 清不清楚 试一下 我们开始了 又示范你们射球先了 以前我们学射球一定是用脚力 你试一下用这里法力 脚腕 这里 好明显是这里压下去 压下去 清不清楚 压下去 你不是很需要弹的 你压到下去自己会弹的 你要记住 脚腕 手肘 脚腕 手肘 脚腕 手肘 明白吗 压 吸 脚腕 手肘 你 手腕都自然向下 试一下 脚腕 手肘 压 脚腕 手肘 很轻松 你歪而已 你歪而已 压 吸 这球小小推了 没什么吸上来 CM 你记住 我们要有这个 你要有这个 压 吸上来的力量 吸 是真的 这个力量很紧要的 你不吸 不能弹 针的 明白吗 你一定要吸到才能弹 是 Good 这球不是很舒服 好 感觉到吗 吸彈 对了 Good 感觉到吗 吸了整个碗都吃光了 对啊 吃光了 对啊 这一下吸不到 好 对啊 吸不到 记住 这一下有少少轻微 好轻微向前的 感觉不对劲 不对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并不是完全核心压 你的上半身往前了 因为你的心很想射出去 记住 压 吸 彈 整个动作是不会停 是 轻轻断了 出来 吸 彈 对了 你不就是这么小力而已 好吗 吸 彈 Good shot 再来多球 压 吸 彈 锅 一首 手 能迫自己 这球是推的 吸 彈 这球比较滑 明不明 但是 你彈不到的针 再写一球 要彈到的针 吸 彈 好 再写一球 要彈到的针 吸 彈 Good Shot 明白 要彈到的针 好,阿豪,剛剛有問題 你剛剛說很多人都放鬆了膝頭 我之前都是這樣,放鬆膝頭,即是聚了 即是壓不了 現在我們解決第二部分,手腳不協調的問題 手腳不協調,你記得我們上一個,剛剛我們說手腕那個 我不斷說你們兩個錯的,就是吸力 吸力,同步的力量 同步就是你整個身體和你的手有沒有同步 如果你這裡腳很慢,手很快 你手腳一定不協調的 因為你並不是同步 為什麼你不同步 因為你在動不同的關節 你在動膝蓋,又要動手,肩膀 你就很不同步 你要記住,我們所有東西來自核心 核心 你只是做一件事,怎樣可以令自己同步 很簡單 先不要鬆了腳 我們記住,核心是下壓 下壓 下壓 用力踩下去 用力踩,你這裡累的 用力,用力,用力 用力,用力 不要鬆了腳 你試一下這樣,這樣也射到球 用力,彈 都射到的 再來,看多次 壓,彈 就是這個力 好 好 不就是這個 明白嗎? 我們就是這樣 你拍球也是的 拍著那個球 壓 彈 不就是這樣 先解決第一個同步的力量 就是你先不要坐低 不要坐低 你試想一下 為什麼你手腳不同步 為什麼你手腳不協調 你坐低了 你就沒有下的力量 你怎麼彈 所有力量都來自肌肉 我們是彈弓 你說過 彈弓的一個整體動作就是壓和彈 你要想像自己的彈弓 不可以先壓一半 先壓一半就是什麼 你的力量已經斷開了 你一定不協調 你想想你的腳比手快 我教大家一個手腳協調的方法 我拍過片示範 交球 先第一件事不要雙手接球 壓 彈起 壓 及 拉 明白嗎? 再看一次 壓 及 拉 先讓整個身體和球完全同步 流心 不是 手力運球 是壓 及 拉 對 連上球 一起 拉 對 再看一次 拉 你明白嗎? 要給你 還要做啊? 再看看 直接壓著 拉 偏要拿抓著 先做个简单的 都可以练到你的手脚协调 可以解决你的手快脚慢的问题 或者脚快手慢的问题 现在试一下 示范 Go 这个你压得太大力了 你变成大腿完全跪了下去 我们用核心压而已 记住看着 看着 这样而已 明不明 Go 压 Good 再来 第二球压 对了 这球好些了 但是没了吸力是不是 是 完全没了吸力 最后一球 要吸球上去压 双手 对了 这球有了 这球感觉很舒服了 再来一球 压 Good OK 到CM 准备 准备 不惯了 这个感觉 不惯了 没有吸力 记住 我们留心 我们要做到这个 压 球顶 完全不记得了 拿了球前面 压 球顶 吸拉 你没了吸 没得拉 再来 Go 压 吸 好 对了 这球好些了 再来个 太紧了 放松一点 右转 CM是一个狂练肌肉的狂人 看人教练 是吧 结果呢 其实他都OK的 不过呢 你会发觉 当你不协调的时候 肌肉就会用特别大力 特别大力 反而令到你的力量 传不到到球上 准备了 压 低一点 球吸起的时候 低一点 要有吸的动作 再来 压 对了 这个开始好些了 记住 左手的吸力 没了左手 很用右手的力量 我们弹出来 不要打算推出来 压 吸 弹 弹 这个推 很用力了 你记住很用力 伸直的针都不是拉 我们是吸 拉 弹的感觉 弹的感觉 五连边的感觉 准备 球 压 弹 对了 这个感觉 明白吗 你试一下回去 练熟这个动作 压 扣 有没有问题 好 今天 完 至练 整个 也赚 练闹 出分 好 额